变得很硬 其实我这沙虫跟图绳还是很容易区分 一眼就能看不见了 沙虫的个头大很多 而且身上有明显的网格 我们拿个筷子从一头给它腾进去 过去 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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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头要给它剪一样 我忘记剪了 要剪一样 然后来 腾进去 哎 这样子才可以 呦 这个 居多的盲脸都是 还有这个腾毛腥味 那一张沙子给它去的 冲洗这个 就有点像洗那个鸭肠一样的 还不好挖下来 哇呀 好硬 我这用筷子从那爆砂 直接就剪刀给它剪开来 那我给它剪掉 剪刀部又碰出来了 哎呀 真的碰出来 这个给它剪掉 然后给它剪开 这样子卷起来很漂亮 这个全是沙子 硬硬的粒粒 然后这个内装 清理一遍 所以我这这样子洗的 又干净又好看 哇塞 这个肉好厚实 处理完看着就有失去 这么多有的处理 一个啥 一个洗 剪这个东西很解压 剪一下瞬间就爆开 很爽 而且它这个肠子也很厚 剪起来手感特别好 剪完它就卷起来 然后洗这个的时候还不能太用力 太用力稍微扯一下 就断掉了 有种那种硬硬硬硬的感觉 搞了半天 我还不知道它哪头是头哪头是尾 我猜这头应该是头 这头应该是尾 有没有装业的材料 可以再听论去科普一下 以后再放一根火炎 把它冲洗一下 搞定 这样子看的时候就很有水了 哇塞 整个水池里面全是这种